狗是人類中成的好朋友 但就有些不法分子打起了狗隻的主意 近期水暴鎮和白沙鎮都有群眾反映 當地發生了多起狗隻被盜的情況 我市公安部門接報之後上演了一場 拯救狗狗大行動 從視頻當中我們可以見到 渡狗團火的作案手法閒熟 過程不到10秒就成功將狗隻拖進車中 我們查獲這個偷狗團火 他們是使用這輛50麵包車去作案 一般是兩個人一組一架車 前面一個人駕駛 後面一個人負責作狗隻導捷 他們一般會使用這些自製的 偷狗的工具 是用鐵線自製的 這裡是一個圓形的圈 是會活動的 套到狗隻之後 它就會越收越緊 將狗隻牢牢圈住狗隻的頸部 這樣就用這個拖上車 拖上車之後 它在車後是有狗籠的 就可以順勢將狗放入狗籠裏 就可以逃離現場 警方介紹經連日奮戰 鎖定了盜銷狗隻團火 11月2日在掌握了他們 再次外出作案情況之後 公安民警分別在開瓶水口 和學生集吾 將4名盜竊9隻嫌疑人 和2名銷章嫌疑人抓獲 現場搜獲了作案車輛五糧 被盜9隻30隻 以及作案工具一批 據了解6人已經被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了一部辦理當中 目前失洩9隻的事主 亦都已經陸續來到公安機關報案 並且認領9隻 如果是村民發現到 有這些疑似偷狗的嫌疑人 或者車輛的之後 我們是不建議它上前去追捷的 因為這些車的駕駛速度非常快 以及車上嫌疑人有相當多的作案工具 所以普通的民眾去進行追捷 會有很大的危險性 我建議儘快聯繫我們公安機關 提供線索 讓我們去偵查 儘量抓捕 另外自己的9隻 儘量自己用狗繩牽著